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超越限制的信心 在美国有一位名叫奥黛利的小女孩 在她两个月大的时候 医生诊断出她罹患了一种名叫DBA的罕见疾病 这使得奥黛利一出生就患有唇额裂 而她的心脏也有许多的小孔 出生后的手术是她人生中打的第一场仗 而在这之后的每一天 她仍然不断地和疾病来战斗 医生找到了治疗方法 虽然维持了她的生命 但带来的副作用 也使得她成长受到限制 她的身高比一般人矮小许多 然而疾病和困难 并没有击倒奥黛利的信心 喜欢唱歌及跳舞的她说 这让我有点矮 但这不能阻止我的行动和表演 在奥黛利七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将她卖力跳舞的影片 上传到社群平台 在网络上造成轰动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 奥黛利也借着影片 让更多人了解DBA这个罕见疾病 并成立了基金会 将她所得的回馈给社会 尽管奥黛利的处境 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奥黛利和她的家人 积极坚强的精神 鼓舞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 奥黛利传播着欢乐与热情 似乎在提醒着人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生活仍然可以充满美丽与美好 奥黛利身体的缺陷 没有限制住她 反而因为这个缺陷 使更多人看见热情与信心 在她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的生命中 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一些困境 都有一些难处 可能是你的出生背景 家庭状况 身体的问题 或是财务状况等等 不管你觉得自己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大山挡在你的前面 在圣经上提到有一种信心 叫做芥菜种的信心 芥菜种的种子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种子 风一吹就会甚至找都找不到了 但是芥菜种子虽然小 它却可以长到两三公尺高 甚至有飞鸟可以上面栖息 圣经上说 我们若有芥菜种的信心 你叫山挪开 山就会挪开 并且我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可见信心会带出极大的能力 帮助我们超越一切的限制 因着信心 我们可以像奥黛利一样 不被我们的缺陷限制住 并可以因着我们信心的行动 成为别人的激励 亲爱的朋友 无论现况如何 信心将会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因为透过信心 可以带下上帝的能力 虽然人生路纯中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 但我们的信心将会使事情变得不同 今天 愿上帝加添给你信心 使你因着信心 生命能够超越一切的限制 你将看见你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你的生命也将成为别人的激励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